在新年期间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从我们的命名盘上面找贵人 哈喽哈喽 佳瑜又来了 佳瑜先在这边祝大家 龙年好运龙宗来 所以在新年期间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从我们的命名盘上面找贵人 贵人贵人 你是不是很希望说在困难迷惘的时候 有个贵人出手相助呢 好 那当你处于困难 可能面临着失业 可能是财务的危机 或者是个人生活上的重大挑战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想过寻求贵人的支持跟协助 或许曾经有想过说 这个时候如果有贵人出现来帮我 那该多好呢 好 那这个人可能只是提供你建议 或者是指导你 或者是用专业的知识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找到方向并且持续来前进 所以由此可知 贵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站得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当你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需要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就举足轻重的站在你的位置上面了 帮助我们来度过这样的难关 重获新生 所以找贵人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在帮别的客人做咨询的时候 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在今年的新春期间 祝福大家今年需要有贵人的时候 贵人都可以出现相助 那今天的影片 就是要来公开的教大家 如何用自己的命坛 找出自己当下生命中的贵人 很重要好好听好不好 好 来 我先来介绍 我们这个在紫微斗树上面的三颗贵人心 是哪三颗呢 好 听好了 这三颗心分别是天良 天葵 还有天月 好 首先我来讲天良这一颗贵人心 天良心话气为印 印是什么意思 就是避印的意思 避印照顾的意思 所以天良心它是一颗辟印之心 那它是来自于上天给你的福报 但前提是天良要什么 要化露 天良化露就能够逢秀化吉 遇难成祥的这样的特质出现 所以天良心除了辟印心愿意付出之外 那它也是一个博学的心要 因为它要辟印人照顾人帮人 所以它要懂非常多 所以因此天良这颗心也是一颗博学的心要 它会运用自己的博学知识去帮助人 而且它其实是不求回报讲义气的 是不是我们人生都需要天良的好朋友 赶快去找天良的好朋友 天良心这颗心也是老人心 所以有接触过我们紫薇牌卡的同学就知道 紫薇牌卡上面画了一个老人 很慈祥的这个老人 所以这颗心代表这个贵人的年纪会是男性的 年纪会比你还要长的比较大的 好接着我们来讲第二颗心叫做天奎心 那天奎心它是紫薇斗树里面明定的贵人心的其中一颗 那它代表的也是男性的这个形象 所以它通常也代表的是你的长辈你的前辈 那天奎心指的不会只有是年纪 它可能也是一个资历或者是经验比你丰富 地位比你高的人 所以它年纪可能比你轻 但是它在某个部分的经验上面 会是比你丰富的或者资历上面 是比你资深的男性或者是比较阳刚的女性 因为我们现在是多元社会 好这个时候同时它会给你的帮助 也比较是直接的比较是台面上的帮助 好接着我再来讲第三颗贵人心天悦心 天悦心也是紫薇斗树里面明定的贵人心的其中一颗 但是它跟天悦心不一样的是 它的形象是女性的形象 同样的它也代表的是你的长辈你的前辈 好那这里指的也是年纪不一定比你大 但是它的资历或者是经验是比你丰富的 地位比你高的人 好但相对于天悦心 天悦心的这个贵人 则会是以女性的比较温柔的这样的方式来去帮助你 所以它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男性的这样的呈现 那帮助会比较是私底下台面下的温柔的细心的给予这样的协助 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提点 比如说天悦心 它会告诉你说 那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我私底下介绍某某某给你认识 那请他来帮忙你等等的 那天悦天悦这两颗心在帮助的同时 它们其实都是帮好不帮坏的特质 当他发现你所做这些事情有一些风险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疑虑的时候 他会去规劝你去改用其他的方式 而不是无条件的去支持你做任何的事情 它会是现实实际的状况 你需要的帮助的方式去调整 去建议你去帮忙你 比如说你今天在跟客户谈这个合约的过程 那总是达不到共识 找不到这个客户真正的需求 那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个时候天悦可能就会现场来帮你 做一些居中的协调 那天悦可能就会私底下给你一些建议 或者是提点帮你度过这个难关 或者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 跟这个客户之间这个大订单 一直没有办法签订 那你就很烦恼啊 左思右想啊 然后就想说 那我用一些比较私底下的 under table的方式 来去达成目的的话 那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哦 可是这个就会牵扯到法律上面的责任 这个时候天悦天悦所扮演的角色 就不会是居中牵线协调了 他可能会阻止你来进行这件事情 避免你犯下无可挽回的这个错误 好 所以以上所说的这三颗心 其中天悔天悦 每个工位上面都会给你一个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好 但是如果是自己命工作天悔天悦的话 你才是别人的那个贵人 要记住哦 你有能力当人家的贵人 不要说我不要当人家贵人好辛苦 没有也代表你有能力哦 好 但是如果是天良心的话呢 就必须要在跟人有关的工位上面才算哦 要跟人有关的 所以指的也是所谓的六亲工位 包含了父母宫兄弟宫 仆仪宫 天宅 子女宫 还有夫妻宫上面 那因为贵人出现是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下遇到困难要有贵人来帮忙 因此呢 看的盘是什么 流年盘哦 因为流年盘才代表的是现象 比如说你的流年的兄弟宫上面或者仆仪宫上面呢 有天良心 那今年呢 年纪比你大的 比你资深年长的男性呢 会是你的贵人 或者是说呢 你的流年的天宅宫里面有天良心 所以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你帮助 好 那天宅宫呢 在运献上面也有代表合伙人的意思哦 如果你有合伙人的话 那这个合伙人呢 可能就是你的贵人 好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天良心呢 是在流年的福德宫的时候 那这就不代表有贵人帮忙了 因为这个宫位呢 不能直接代表一个人 那福德宫代表的是我们的来财方式的这样的意思 还有我们的运气的意思 所以说呢 不能代表说哦 我的来财方式有贵人来帮忙哦 哦不能这么说 不好意思哦 不要太高兴 好 只能说呢 你的来财方式呢 可能去祈求神明 他会来帮你 那如果是天窥天悔天悦的话 那他出现在运献盘上面的话呢 就直接代表的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助你 好 所以如果你是出现在流年的官路宫 或者是流年的财博宫上面 代表这个上 公位上面呢 会有贵人出现来帮忙 而且是帮好不帮坏的 好 但这个帮好不帮坏的认定呢 会来自于他自己哦 所以要记得 天良心呢 只能用在六亲公位上面 那如果是流年的官路宫 或者是流年财博宫的话呢 都没有办法代表有贵人来帮忙哦 要注意哦 那如果今年刚好需要贵人帮忙 但是呢 我的流年盘都找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呢 很苦恼 好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看 大线盘上面 天良心有没有出现在六亲公位上面 或者是天窥天悦 有没有出现在需要帮助的公位上面 我们改用大线的角度来找贵人 因为是大线盘 所以呢 找到的这个贵人啊 也代表这是你大线这个十年这么长时间所认识的 还记得大线盘吗 大线盘代表的是态度价值观跟现象 所以呢 表示这个人呢 很可能是你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的人哦 那这时候有些人就会问 那可以找本命盘吗 可以吗 你说可以吗 好啦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啦 因为呢 比如说呢 如果大线盘代表的任务了知道吗 还不错啦 不要嫌弃他好不好 那如果大线跟流年都没有又希望有人来帮助我 那该怎么办呢 好 那这个月上面找天良化录的月份 以上的方法要仔细的听清楚 接着呢 我要来告诉大家如何让命盘上面的贵人早点来 刚才讲的都是看有没有贵人出现 以及贵人出现的命盘 好 那我如果今天啊 在我的盘上面啊 已经确认有贵人了 而且呢 我希望他赶快出现 那我要怎么做呢 好 当我们找到贵人的所在公位之后 那每个公位呢 都有他的对应的方位 比如说 地之位子呢 会在正北方 地之位五呢 会在正南方 地之位卯呢 会在正东方 地之位友呢 会在正西方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在我们家中 一样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如果把APP拿出来 找出这个所在的公位的位置上面 我们长时间的把这个方位呢 点亮它 打灯的点亮它 灯24小时给它开下去 那就能吹望这个贵人心呢 让它早点的出现 好 接着我来告诉大家 贵人心的使用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时候有人就会问老师说 那以上这三颗心的位置 如果有杀技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还可以用吗 我都觉得 我真的是很贴心 我连注意事项都告诉你了 好 如果呢 有陀螺心的话 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好 那如果有停阳心的话 那代表你呢 要花比较大的决心来拜托它 来帮你 那如果有灵心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动点脑筋 看要想个办法呢 让它来帮你 那如果有火星的话呢 那它可能给你的帮助 只是一瞬间一下子的帮助而已哦 好 最后呢 还要注意 如果天良刚好画刻的时候 我们四画里面天良会画刻 那这个时候啊 它的帮忙对你而言呢 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比较多的就是给你一些建议 但是没有办法给你实质上面的帮助 好 所以只有画路呢 才可以带给你实质的帮助哦 好 那如果像我刚刚讲的 归人心上面有煞心 你又很想要解决它的话呢 再来告诉你一个风水布局的小技巧哦 我们呢 能借有不同的风水来处理 不同的这个煞心 好 所以呢 对于这个风水布局 没有经验的人啊 其实目前学会呢 也有提供点油灯 跟点蜡烛 风水布局的服务 来帮你改善你的运势 并且呢 能够搭配不同的符咒呢 来让你达成不同的需求 好 所以这些油灯啊 或者是这个蜡烛的这个布局呢 这个呢 都会是大根老师呢 亲自根据你的需求 来去运用你的命盘 挑选与专属你的最适合你的方位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从我们影片下方的连结呢 进入官网进行选购哦 祝你在龙年呢 好运都中来 贵人满满来相助 拜拜